同学们好 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天 就是元旦节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在新的一年里 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 和家欢乐 那么今天我们这节课 主要讲一下 我们小麦听书程序的GUI设计 因为GUI设计 它可能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们计划是分两次课 把这个讲完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这个界面设计 可能界面设计一节课的讲不完 然后这个云端程序开发呢 因为之前在我的上一个课程里边 就是上一套课程里边呢 已经简单的介绍过 这里呢我们就再复习一遍 然后呢 不做过多的介绍这个云端程序开发 那么我们主要的重点在这个 程序界面设计上 一般界面设计 我们这里边用到的主要是这一些 那么我们暂时先不理这些 不看PPT里面的这些列的内容 我们先打开这个百度 然后搜索一下 百度云语音 然后我们看一下 百度这个云语音平台里面 有一个这个云语合成的这个试用 我们这个界面呢 有一个 要做的时候呢 也是参照这个 百度语音的这个快速体验的这个界面 填进去 然后这里边看到它有一个这个播放键 填进之后就可以 可以试听 百度语音 面向广大开发者 永久免费开放语音合成技术 所采用的离在线融合技术 根据当前网络状况 自动判断使用本地引擎 或者云端引擎 进行语音合成 再也不用担心流量消耗了 好 我们大概看一下啊 这个百度语音合成的这个 试用的界面里边 它包含的这个 UI的这个元素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图标我们暂时就不管了 就是这个图片 然后这里一个主要是这个输入框 对于我们这个 PureQt这个GUI里面的这个通行文文框 它这里边说还可以输入200字 那么实际上我们等到下一节课 分析这个协议的时候 就会知道 这个大约能输入五百 五百一十几个字吧 那么它这里边呢 就是默认的是 让我们限制输入200字 然后呢 这有一个播放按钮 点击之后呢 这个文文框里边的文字 就会转化成相应的语音 侧边栏呢 右侧的这个发言人选择男性和女性 一般的语音合成服务都是这两种 因为找不到第三种性别 然后这个语速呢 它这里边提供的是五个档 最快较快正常较慢最慢 一般用正常就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GUI设计里面呢 把这个语速呢 设置成这个跟音量一样 可以这样调到这个滑块 也就是说可以从这个最小变到最大 那么中间部分档 它是连续变化的 像这个音量一样 好 那么建议这个界面呢 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界面应该怎么设计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这个文本输入框 来接受这个我们需要转化的这个文字 然后呢 我们肯定要有一个这个视听按钮 刚才这个百度的这个页面 大家也看到了 它只能这个视听 视听完了之后 这个MP3呢 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保存按钮 就是说如果 用户觉得这段语音 视听了还不错 那么他可以愿意保留的话 他可以保存到本地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参数的调节框块 比如说这个音量啊 音调语速 然后呢 还要有一个这个 这里边我们有写啊 应该还有一个这个radio button 选择这个发声人 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很明显 我们应该还有这个菜单栏 因为我们要支持一些操作 比如说打开这个各种文本啊 word啊 pdf文件 然后直接从这个文件里边 把这个文本提取出来 并且转化成语音 那么转化的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这个实时的告知用户 这个转化的进度到哪里来 我们进行了哪些操作 就是后台进行了哪些操作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状态栏啊 告知用户一些这个状态信息 那么在状态栏里边呢 我们要加入一个这个进度条 在我们转换的时候呢 500字的话转换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是一本小说的话 这个很长很长的文本 那转化起来呢 很慢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进度条 告诉用户 我们转化的进度到了多少 也防止这个用户等待的时候 误以为这个界面死机了 卡死了 然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字体啊 颜色啊 进行一些美化 我们初步的计划呢 就是这样来设计这个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操作 怎么样 从最开始来设计这个界面 我们还是这个 啊 设计界面的时候还是用这个 Eric 4 然后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再回到这个Eclipse 这个IDE这个环境啊 因为听客这个同学可能 呃 叫mine吧 然后把它保存到这个默认的这个环境啊 D盘 Python Project PQt 下面的这个小mine 这个文件夹里边 好 新建之后呢 我们要首先来绘制这个界面啊 这个过程呢 因为在上上一套课程里面都讲过了 所以我不再重复这些东西了啊 新建一个new form 那么我们要的是这个mine window 主窗口 主窗口给它取一个名字 还是小mine吧 好 新建之后呢 程序会默认 叫用这个Qt设计师为我们打开这个主窗口 呃 这个默认的主窗口呢 什么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 好 我们来添加我们需要的 呃 那么我们首先是一个 呃 多航文本空啊 在这个Display Wedgets里边 啊 虽然它是列为这个显示的空间 但是它也可以作为输入 我们拖一拖 然后这边呢 给它变大一点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加入这个 一个视听按钮 一个保存按钮 然后 呃 Ctrl S保存一下这个UI界面 呃 这边呢 我们要加入的是这个 发生人 加入发生人呢 我们用这个RadioButton 加入RadioButton之前呢 要用一个groupbox 把它们圈起来 不然的话 容易造成整个界面内的 呃 RadioButton都互斥 这就麻烦了 好 这里边我们 好 这边加一个发生人选择 然后呢 然后呢 加这个 男生 再加一个女生 跟他并列 OK 这个发生人的选择呢 就做完了 呃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其他几个选项 我们用这个滑块来 呃 调节 呃 当然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QDAO 就是 像一个旋钮一样 这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呢 为了方便起见 就用这个滑块来调节了 好 我们来拖三个滑块 放在这边 那么 加一个说明 比如说这个是 音调 然后 语速 音量 语速 音量 好 把这个摆在这边来 调节一下 它的大小 对 音量 语速